中文靜西門市 早上十點鐘才開門 但是門口的人潮 一路排 人籠長達兩百多公尺遠 我們先發號碼牌 一步一三好不好 一步一三 工作人員發號碼牌 發到手軟 一大手就有兩三百人排隊 搶在母親節當天 換四九九優惠 就比較優惠一點 就加減來排 回來的時候趕到這個活動 然後今天回台灣就來排 太陽好大 一排就是六個小時 限時優惠 最後假日 更有民眾坐輪椅 都來搶在第一位 不只民眾排得累 門市人員也叫苦 說自己喊到掃蝦 因為客人真的太多 還引來勞工局 十一十二號連續勞檢 新北板橋民族路直營門市 還有高雄五甲和林森服務中心 都有員工超市工作 將依法開罰 有門市人員和平衡媒體爆料 公司要求員工 預勞檢要執行三不 一沒有政策 不清楚 不知道 不曉得沒有資料 對此業者澄清 與事實不符 會尊重法令 有人排隊就有人秀出商機 在網路上販售號碼牌 從一百元到三百五十元不等 貼文一出被網友罵翻 也讓部分業者祭出原客戶 可以快速換約服務 不用在現場趕等 四九九換約亂 全台還在燒 好 下次見 團長全清 看到 到